大家好,我是依莎 我是詹葳 整天坐著,肩頸節肌肉比較容易僵硬 在睡覺前,如果可以做一些伸展 對睡眠品質會有很大的幫助 側邊的伸展,可以盡量往右邊靠 那我如果坐姿的時候,可以看到我身體的影響 在站姿的時候,他就可以盡量往下去摸摸 讓我身體到最大角度 這地方可以讓我最大角度,做到最大伸展 右手扣住我們的桌上 今天我們往右邊,然後我們頭往右邊 然後這樣去伸展 好,方便 可以做一個多雙面 好,即場就示範 好,我們都有看過天啊,你好 好,我們來天啊,你好 就像你這樣做嗎? 現在晚上 對 樂士,你準備要跳了嗎? 像我們的腳,我拍起來,往一邊畫 好,那時候,我們打開 來,就是在裡面,做一個伸展 然後就這樣往這邊伸 好,往前伸 好,做到最大 好,一樣 來,就會快一點 這樣,變伸 來,我們一定要收 麻煩身體往前伸 往前伸 如果順便的話,就這樣好 所以就可以往手,往前壓 欸,我覺得差不多了 好,那時候可以往前伸 好,這樣繼續做伸展 然後維持五到十秒之後 慢慢放鬆 我們可能一開始 然後盡量在這邊 我就做到這邊 然後我就盡量往下壓 今天禮拜一的時候 我們做到這邊 禮拜二的時候 我們可以漸漸的東西 這樣 這樣就有風氣壓 雖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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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可以漸漸雖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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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雖